中国民族众多 年夜饭的风俗自然不一样 各地都有体现自己特色的习俗 在中国的北方 年夜饭主食吃饺子是传统的习俗 这个时候 不仅是新旧两天的更替 还是新旧岁的更替 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时刻 不仅赋予仪式来祝愿来年的吉祥如意 更是人们下满美好生活 自强不心的精神写照 北京人除夕手碎吃的饺子 采用不同蔬菜食材 混合面粉 馅料做出的饺子 营养成分丰富 菠菜 红菜头 切碎炸成蔬菜汁 分别加入200克面粉 和成不同颜色的面团 新鲜猪肉切成小粒 香菠 香菠切磨 白菜切磨 加姜末 香油 再放入生抽 淋入葱油 放入白菜末 虾仁 沿同一方向 均匀搅拌成粘稠状 将五色面团分别搓成圆条 切成八颗面团 面板撒上干面粉 每个面团擀成圆皮 包入15颗馅料做成饺子 水煮沸 将饺子放入锅中 水沸等后 煮4分钟沥干装盘 五彩缤纷的饺子 配上清脆碧绿的辣巴蒜 以及不同口味的蘸酱汁 每一口都拓着浓郁香味 冲击着你的味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